蒙古族天籁女生阿姆古愣加盟第25届德州国际农历新年音乐会 请看记者全身的报道 中国蒙古族青年歌手天籁女生电影《芳华》主唱 阿姆古愣应邀加盟美南新闻传媒集团 于2月11日举办的第25届国际农历新年音乐会云端直播 来自内蒙古克尔钦大草原的蒙古族歌手 2004年参加的全国声乐器乐舞蹈大赛 北京赛区声乐比赛青年组获得一等奖 2006年参加第12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 全国原生态组获得三等奖 2009年在全国各地发行首张专辑《喜马拉雅公主》 2011年7月发行组合专辑《克尔钦姐妹诉说草原梦》 2013年4月28号参加香港专场的音乐会 2014年出版了组合第二张专辑《金鞭袍》 作品有《如花的故乡》 《诺恩基亚》 《绿荫珍珠》 2014年 还受孙男之邀在湖南卫视或是歌手 第三季第二场为其伴唱蒙古族长调梦开始的地方 2017年阿姆古勒荣获通辽市人民政府文学艺术最高奖 克尔钦文化传播奖 2011年发行组合专辑《克尔钦姐妹诉说草原梦》 2018年的新专辑《千年的草原》 原创歌曲《多想听你唱首歌》 荣获第11届内蒙古艺术创作 萨日纳奖 《多想听你唱首歌》和《千年的草原》 还入选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经典的曲目 《家乡美我要放幕》 入选第26届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作品 2018年获美国杰出艺术家青年大使奖 及纽约州议会颁发的 纽约州杰出人士文化使者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